火葬已经落伍了,英国将推出水葬,比传统火葬节能80%,几乎没有污染。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谢谢您的支持。 根据英国卫报和每日邮报报道,美国一家名为CoprofineurK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人类尸体病葬模式。 这个新模式有望取代传统的土葬和火葬,该新闻一出就引来很多争议。 这家英国葬礼服务公司推出的是水葬,什么是水化? 简单来说就是把遗体放到一个大的不锈钢容器里煮,把人体上的软组织全部煮脱落掉,只留下骨骼。 在蒸煮的过程中,不锈钢容器是封闭的,外部有一个泄压阀,因为容器里的压力比较大,所以水的沸腾温度在160摄氏度。 这么高的温度很容易把人体组织煮烂。 另外,工作人员在煮之前还会往水里面添加一些佐料。 这家公司的官方并没有透露具体什么物质,他们只说是一种环保碱性物质,听起来很高大上。 很多人猜测估计就是石灰水,或者是氢氧化钠溶液。 添加碱性物质是为了将遗体中的脂肪水溶掉,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将遗体的软组织去掉,留下里面的骨骼。 水葬的好处都有哪些呢? 相比于土葬,水葬能够杀灭遗体内部的细菌,防止病菌扩散污染地下水源,这一点欧洲各国都深有体会。 中世纪的黑死病差点把欧洲人搞灭绝了,大量的尸体无人掩埋,掩埋了的尸体又污染了河流,人喝了这样的水就会感染上鼠疫。 相关专家做过实验,人死后如果实行土葬,那么三四年内坟墓周围的土地都会遭到污染,使用棺木的话还会延长污染的时间,水葬就没有这个缺点。 高温会杀死遗体内的病菌,碱性水把人体软组织和内脏溶解掉后,骨骼里的脂肪和蛋白质也会被煮掉,留下来的骨头完全就是无机物,对地下水和土壤的危害为零,这比传统土葬好多了。 相比于火葬,英国人搞的这种水葬也有优势,它不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气体,碳排放量也比较低,水葬可使用电力,不用燃烧化石燃料。 虽然我们现在的电力大多也是由化石燃料发电得来,但是至少水葬厂附近的污染会很小,有害气体的排放减少,周围的居民接受度也更高一些。 水葬后产生的污水该怎么办呢? 英国这家公司暂时与污水处理厂达成的协议,污水和粪水的处理方式相同。 不过,该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种设备,可以把水葬后的污水固化成颗粒,然后撒到农田或者果园里,以此来充当肥料。 看到这一步,很多人就绷不住了。 人肉汤浇灌的土地种出了粮食,这谁敢吃?英国老真是变态,这波操作是不是应该叫做原汤化原石呢? 其实这个水葬还真不是英国人独创的技术,目前已知的技术源头来源于东南亚。 在东南亚某些城市,有很多从事宠物火化的公司,这些公司在处理宠物尸体的时候, 就会用到水化,主要是处理猫和狗。猫和狗用水化来处理很容易让人接受,人死了也这样搞,很多网友表示不能理解。 不过,水葬在欧美一些国家推广起来估计会很困难,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很难改变。 到现在为止,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死了以后,还在实行土葬。 有人说水葬很适合中国,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相信什么天堂上帝,不过很多人死后都想留一个全尸,火葬时因为温度太高。 很多死者的骨骼都是破碎的,水葬相比于火葬更加温和,骨骼会保存得更完整。 另外,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,每年消耗在火化上的燃料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 如果推广水葬,那么可以节约很多化石燃料,特别是柴油。 我国现在的火葬厂在火化时使用的燃料大多都是柴油,少部分火葬厂用的是天然气。 英国政府为了推广水葬,让记者在街头做了采访,有71%的居民表示不能接受和不了解。 大约有29%的人表示死后愿意接受水葬,如果我国要推广,不知道接受率为多少。 除了土葬、火葬和水葬,我们还有哪些处理遗体的办法? 其实还有一个比水葬更环保的冰葬,利用液氮把人的遗体冷冻起来。 人体在经过超低温冷冻后,体内的大多数细菌也会被冻死,不过冰葬的成本很高,很多人用不起,而水葬的成本与火葬差不多。 你觉得水葬方式适合中国吗?你能接受水葬吗? 关注球仔,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